哈嘍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模擬市民室 黑瓜複星热的第61集 那我們要繼續上次的進度吧 那上次呢 我們的英酒跟Caleb 來到那個餐廳當中呢 度過個美好的餐廳聚會 吃了一頓早午餐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我們的英酒跟Caleb的關係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的英酒跟Caleb的關係是 這裡 我們看一下喔 目前呢 我們英酒跟她的關係呢 感情值快要滿格了 不過友誼聚感覺好像 還差三分之一吧 大概只有三分之二而已 對啊感覺我們英酒跟Caleb的友誼聚 不是說進展那麼快耶 可能Caleb比較不容易親近嗎 以友誼方面來說的話 不過我們英酒跟Caleb的感情值 真的進展超級迅速的 不過也是啦 我們英酒這麼的魅力無發檔 是吧 感覺英酒跟任何一個人呢 都是感情調進展得很神速耶 真是超級有魅力的 好吧 我們現在是在努力讓我們英酒跟Caleb的關係 進展到滿格囉 然後我們就來跟他結婚 讓他成功的加入到我們英酒的家裡 也不對 是他成功的把我們英酒取回家 但是呢他把他房子賣掉 因為我們需要錢啊 是吧 所以一定得賣掉他房子的 我們才能分他的家產啊 這個才是英酒最終的目的嘛 就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來修補咯 想說讓我們英酒跟Edan來場冒險 那我們要去哪裡呢 等一下大家都知道咯 那出發之前呢 我想幫我們英酒選一套新衣服耶 就是之前出了那個保齡球組合包啊 有一件衣服我覺得超適合英酒的 不過一直還沒有幫英酒選 我們來看一下吧 讓我們英酒把一套衣服選出來哦 我們英酒來到這個選擇金錢江州 來幫自己選下衣服吧 快點快點 現在晚上六點了 我要衝著衝把握時間 因為我想說晚上去太選 感覺比較有氣氛吧 不過也不能太晚啊 要不然兩個就沒有體力了 所以英酒快點幫 換這選衣服 那等一下趕快出門咯 我們來看一下吧 要怎麼幫英酒搭配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英酒目前日常服裝呢 總共五套 第一套是這個金店呢 這個金店呢 基本上我們是不會把它換到的 我們就保留咯 接著不動 然後第二件呢 第二件是這個 好萊塢明星睡衣風格 這件我也很喜歡咯 不太想把它換掉 好我們再看到第三件呢 喔這個 這個是 神秘貴族氣息的衣服 這套感覺跟Colip好配喔 所以這套我們去保留吧 感覺這套真的好符合我們英酒 這種神秘高貴的氣質欸 然後還倒點稀奇的味道 是吧 這件超市的英酒的啊 來看一下第四套呢 第四套是叫做褲裝 這套褲裝其實我也覺得很適合英酒欸 怎麼辦每套都好適合 沒有一套可以換到咯 好我們看一下第五套呢 第五套這個 喔這套感覺超適合英酒的啊 怎麼辦換哪一套啊 每一套感覺都超喜歡的 嗯 我看一下喔 對嗎怎麼辦好難取捨喔 要把這套換掉嗎 可是這套是唯一的褲裝 也不是說很想換掉 讓我來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那個上衣適不適合呢 是不是搭配上的褲子呢 就是之前保齡球組合包當中 有出幾件很漂亮的無袖上衣 那時候看到嘴角是很英酒的 可是還沒有幫英酒損過 我來看一下喔 好上次的保齡球組合包當中呢 有兩件無袖嘴角超好看的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這個 我覺得這件超是我們英酒的 因為它帶了點性感氣息吧 同時帶了點可愛朝氣的樣子 蠻有夏天的風格的 然後也我們英酒這種性感美麗氣息 對啊 然後這件呢我也超喜歡 不過我覺得這件 感覺比較適合我們檸檬來穿耶 帶了點可愛比較清新的風格吧 感覺比較適合檸檬 讓我們英酒呢我覺得比較適合這一件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幫幫英酒選什麼顏色呢 有這個黑色底還有紅色櫻桃的 還有這個 哇這個好有朝氣喔 這個它感覺蠻活力的耶 還有夏日七夕 不過這種感覺好像 不是那麼適合我們英酒 有一點太超皮了嗎 還是還好 然後再看一下 還有什麼顏色呢 還有這個粉色的 這粉色也好好看喔 還有這個 白色的 還有點點 這個太復古了吧 還有這個 這感覺不錯耶 這個是藍色牛仔 配白色點點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白色配白色的感覺不錯喔 那這邊呢還有一些素色的 哇這個顏色好好看喔 這個紫色感覺超適合我們英酒的喔 這個呢 這個是紅色 這個是黑色 哇這件根本是為英酒設計的啊 這件顏色也太英酒了吧 好吧我決定暫時選這個 雖然說這個顏色稍微的暗沉一點啦 就要沒有那麼有夏日氣息 可是感覺好適合我們英酒喔 好那我看一下喔 下班是要改嗎 還是選這些呢 感覺現在天氣比較熱了 不是幫英酒選一個短褲呢 這個怎麼樣 這個感覺還不錯耶 不感覺有點熱 又有毛泥的感覺 有沒有比較清朗一點的短褲呢 這個 嗯這個是花褲嗎 這個是短牛仔褲 普通還可以 有別的嗎 我看一下喔 有沒有比較符合這套風格的短褲呢 嗯 我覺得看短褲類別喔 哇這件感覺不錯耶 這個是蕾絲花花短褲 這件感覺蠻配這個上衣的 我看一下什麼顏色喔 有這個純黑的 還有這個 哇這有點民族風格蠻好看的耶 還有這個 這個是睡衣風格吧 這個呢 這個也好睡衣風格喔 還有這個白色蕾絲 哇感覺不錯耶 這個呢 這個是 嗯 睡衣風格嗎 還有可以說 這個 粉色的 有沒有黑色蕾絲啊 其實剛剛那個白色蕾絲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這件不錯耶 這件感覺蠻搭配的 有種假日氣息 因為我們印著這個上衣啊 需要比較沉重一點 加上這種秋冬的味道 但是配這個 顏色蕾絲的短褲啊 感覺蠻有夏天風格的耶 我看一下我們更適合的顏色喔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蠻好看的 這個 這個旁邊有點部落風格 超過點綠色的 其實還不錯耶 其實我覺得紅色配綠色 有種高貴的氣息 有種貴族氣息 還是剛剛那個呢 剛剛那個是這個 這感覺比較有 喔 沒有種街頭風格吧 這個顏色 好像這件比較喜歡耶 這件 我們再選這個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鞋子 換什麼呢 像夏天到了 就是換一雙狼鞋呢 你看是我的狼鞋 比較適合的喔 其實我剛剛發現這個短褲也很好看耶 這個 算比較寬口的短褲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什麼顏色比較適合喔 這個是粉色的 還有這個白色的 哇 還有這個耶 紫色 紫色配紫色 喔 我覺得好像 灰的比較好看耶 灰的比較整體性的感覺 然後其他顏色呢 其實綠色也不錯耶 有一種比較清爽的氣息 不過這配綠色好像有點秋天味道 還說黃色呢 其實黃色也不錯啊 比較深陰一點了啦 不是那麼暗 其實這個粉色蠻好看耶 不過這個粉色有點睡衣風格喔 還是我們配一個黃色呢 在夏天 用灰色出來蠻好看的 感覺比較抽筒一點耶 幫鞋子暫時配個黃色的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鞋子這個鞋子要配什麼呢 穿雙狼鞋好了 這夏天到了嘛 穿比較清爽的東西 配一個什麼狼鞋呢 我看一下喔 好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鞋子這一套呢 其實還蠻適合配這雙黃色的 我們換一個顏色吧 換一個什麼顏色呢 換一個比較夏日稀稀的嗎 這個什麼樣 這是有點珠紅色吧 感覺比較夏天一點 還說哪一個這個呢 這個是深紅色配黃色配綠色 其實感覺不錯耶 有點粉彩色喔 還說白色呢 其實白色感覺蠻清爽的喔 還說這個那米色呢 哇塞比較喜歡這個褲色耶 覺得這個顏色好好看喔 好我們選這個好了 我們把鞋子換掉妝容囉 還有比較清新的 要點夏日稀稀的妝容 我看一下要換什麼呢 先從眼影部分來看囉 眼影部分的話呢 淡一點了 這邊的眼影是超級薰妝 有點太秋冬風我了 換這個吧 比較清爽的 要選什麼顏色呢 這個 稍微帶點紅色吧 呼應下衣服 這個喔 還是這個呢 好我們幫鞋子選這個眼影好了 這有點 需要一點點紅色 可是不需要太紅 不會太濃 然後眼線部分呢 如果我們鞋子沒有畫眼線的話呢 是這個樣子 其實沒有人說差很多耶 好那我們幫鞋子用個簡單眼線就好了 不要說太濃 用這個好了 然後來一個咖啡色的吧 好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鞋子的睫毛缸 這個雜的睫毛呢 稍微換淡一點好了 不要這麼的鮮艷 不要這麼的濃密 不要這麼的濃密 用這個呢 哇 看這個還蠻 比較精神了 看這個呢 看一下哪個比較好喔 其實這個也不錯耶 這個 我還蠻喜歡這個的 好 好睫毛部分呢 我幫鞋子選這個吧 看的比較自然的 沒有生那麼濃的睫毛 比較像自然睫毛 不會生那麼假睫毛風格 我選這個囉 看的比較清爽一點 比較懂夏日細細 那我幫我換下腮紅吧 再好用清淡一點的腮紅 我們選個這個 稍微淡一點喔 這個怎麼樣呢 不是那麼明顯 還是這個呢 我們選 嗯 這個 這個 這個號比較自然的顏色 有點像是日曬過後的顏色吧 好我們再來看口紅部分呢 口紅要選什麼呢 好 那我們口紅部分呢 我覺得夏天適合到一點光澤的口紅吧 我們看一下什麼顏色比較適合呢 這個 這個顏色感覺不錯耶 雖然說這個顏色有點秋燈味道 可是感覺蠻符合音準這套的感覺啊 這還有一種比較紅色黃色嘛 搭配給帶點橘色口紅 真的還不錯耶 我看我們更適合的喔 還選這個呢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也不錯 不過感覺稍微淡了一點 我好像比較帥鋼這個 好 好 那麼就要印著選這個吧 我覺得這個顏色其實真的還蠻配這一套的耶 這橘色的感覺好像 冰棒的感覺耶 有種讓我想到分大氣水冰棒 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們選這個顏色口紅了 那我們幫印著換個髮型吧 看有什麼髮型比較適合這個夏日七夕的服裝呢 要換回這個嗎 這比較輕鬆功能的髮型 還是要什麼呢 看什麼更適合的喔 還是我們給印著換一個不同風格的馬尾呢 我覺得這個馬尾也蠻適合印著的 帶有點氣質 帶有點高貴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耶 蠻喜歡的 我們要印著選這個嗎 我看哪個髮色比較符合印著的感覺喔 我們印著髮色呢 稍微倒點紅色的紅棕色吧 這個呢 還是這個呢 我看一下喔 這個太扯了 不太符合我們印著髮色 這個畫有點太灰了 你就要稍微倒點紅色的代表 還是適合我們印著 這個嗎 這個感覺不錯耶 還是這個呢 好像這個比較好一點 我幫印著選這個髮色喔 這個髮色 配這個馬尾 這種低馬尾 我覺得還不錯耶 買適合印著的 感覺好美喔 我們再換一下他的耳環吧 看耳環用什麼呢 耳環的話呢 我們選一個簡單一點的 配著夏天呢 配著夏日風的衣服的耳環 不要說太高貴 這幀數就有點太高貴了 配一個比較清爽的耳環幫 用哪個呢 我幫印著用個小顆的好了 小顆鑽石 這個怎麼樣呢 感覺不錯喔 好 那麼用這個幫 那這個項鍊也換一下囉 這個有點太華麗了 看一個比較清爽風格的項鍊幫 可以找到哪個呢 這個怎麼樣 這個好像有點太華麗了 還是這個呢 這個感覺不錯喔 還是這個呢 這個感覺不錯耶 好 幫印著省這個好了 因為夏天到了嘛 幫印著省比較清爽顏色了 用銀色 白金項鍊 好 我們省這個吧 那我們手勢也換一下喔 這個手錬要用什麼呢 手錬部分呢 我們來換一下這件豬的 這件豬感覺太優雅了 那手錬的話呢 我想幫印著換成這個耶 感覺比較清爽一點 我們要換這個淺銀色喔 有點鎖鏈風格的手環 還有這個感覺不錯 蠻清爽的 然後我們印著手錶呢 換個顏色幫 這感覺有點太重了喔 換個銀色的嗎 比較符合夏日氣息 我看一下喔 原本一定是手錶別的顏色嗎 還有在這裡 這隻手錶呢 幫印著換成銀色的幫 換成銀白色的 好 感覺不錯喔 那我真的覺得啊 是不是鞋子有點太重了啊 還是幫印著穿一個平底鞋呢 嗯 感覺印著像整套拍照也有點華麗耶 所以想說鞋子需要換一下 換個修正風格的鞋子呢 我看很適合的喔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選這個鞋子吧 我看一下 如果配給平底的呢 平底的會比較適合呢 嗯 平底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覺得印著這套衣服啊 還蠻適合這個 帶有異國風情的鞋子耶 就有點裝飾鎖鏈 這鞋子雖然說帶了很濃厚的寶萊物風情 可是怎麼覺得意外的很適合我們印著這套衣服啊 有些感覺比較有整體性吧 剛剛高跟鞋感覺有點太 不會長耶 所以剛剛高跟鞋不是那麼適合 這穿感覺更適合耶 然後就整體配出來啊 看起來蠻有著氣的蠻有活力的 好 幫印著選個直接吧 加一個直接囉 我們這樣子 好 那幫印著喜歡衣服囉 好 紙索趕快走吧 把握時間 剩下還6點多 我們印著給Eden 趕快出發去Mawson囉 就趕緊走吧 我們印著給Eden出發囉 衝衝衝衝把握時間 好 我們印著給Eden兩人去就好了 其他不相干人去就不要參加了 不要玩當電燈炮啦 妨礙我們印著跟Eden說沒關係 是不是 好 那我們走囉 我們要前往哪裡呢 我們要去柳西 去這裡 這邊有這個小社區 這邊有個玄子的地方 我們先走囉 好 我們Edan來到這個空地囉 那我先幫大家換個衣服吧 我們的Edan呢 換個比較輕鬆的衣服 我看一下我們Edan換哪一套呢 換一個 我看一下喔 我們的Edan換一個 我們Edan換這個好了 這個比較輕鬆的衣服 然後Edan換個要新增那套衣服 我看一下喔 在這裡 還有這套 大家換吧 我看一下很漂亮的帥 英左快換喔 有囉 大家換好囉 哇Edan這套看起來很帥欸 感覺還不錯喔 好像Edan沒有穿過這套 應該是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英左這套怎麼樣吧 感覺不錯欸 蠻有狐狸的 跟平常英左感覺不太一樣欸 出來比較清爽一點吧 比較適合夏日氣息的感覺喔 還好不錯不錯 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尋找這顆神奇的衣服 我們在哪裡呢 在 在這裡 好 英左跟Edan走過來這裡喔 來 衝衝衝 好 那我們的英左呢 來跟這樹木看一下 看這個樹木有什麼神奇處呢 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呢 哇 兩個人好抱抱喔 看Edan要抱一下我們英左 很開心嗎 難得有跟英左兩個人獨處時光 感到非常的開心 好 趕快看樹木吧 怎麼樣你們兩個人從這樹木上面 看出什麼奇怪的事情了嗎 還有我看一下喔 這樹木怎麼樣呢 長靈芝 他們長靈芝的樹木 好像不說很奇怪吧 應該還好 這個呢 長奇怪的藍色爪 嗯 好 好像有點奇怪 好 我去看吧 看是什麼奇怪的東西吧 英左再一看喔 哇 怎麼了 摩托門傳傳訊來 摩托門傳傳訊跟英左說 嘿 我聽說你跟瑞開始約會了 這感覺有點諷刺啊 因為以前摩托門也是我們英左的曖昧對象欸 然後傳傳訊跟我們英左跟瑞約會 感覺有點怪怪的 好笑了吧 我們自己都忽略喔 好 那我們英左跟Aden就是來看這樹木吧 怎麼樣呢 好看嗎 怎麼了 剛剛Aden想把我們英左然後被我們英左拒絕欸 怎麼了英左 原來是你在拒絕我們Aden嗎 怎麼搞的 為什麼要拒絕他 哇 兩個人變得好尷尬 真是的 Aden好可憐喔 好 馬來西馬來西 我們張旅程師為了 搜過我們英左跟Aden的關係 Aden忍住啊 忍耐一點 哇 被英左罵我 Aden好可憐喔 Aden不要罵人家了啊 趕快看這個樹木 哇 可以教學了 讓我們英左來教學一下吧 看看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可以看這個樹木長什麼樣子喔 遠看它長這個樣子 有點榕樹的味道吧 都要大的榕樹風格喔 感覺之前那個魔鬥的種子 這兩次的樹木好像不太一樣 這感覺比較 倒臉 奇化風格嗎 比較沒有說我們外星人的風格 是吧 這應該不是外星人的計畫之一的 但願不是 好 因此浇到水了嗎 好像浇完了然後繼續浇哦 再浇一次哦 然後再看一次 然後再繼續浇水再看 看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我們一直去浇水哦 浇水浇兩次了 然後呢 繼續觀看 要再浇水嗎 哇 已經跟樹木老天了 已經跟樹木討論大自然了 好快快 跟樹木討論大自然 跟樹木老天 這個樹木你聽得到我們音樂長的話嗎 不知道耶 不過他都有這個橫色的平面蘑菇了 2D蘑菇 沿在他的場地下 好 真是蠻特別的棵樹啦 好 因此改一個樹木掌畫吧 然後呢 哇 有洞囉 出現洞了啦 好 我們因此是不是進去呢 我讓我們因此進入這個洞探索一下吧 開發什麼事情呢 好 因此加油 進入探索囉 怎麼樣因此 在裡面發生什麼奇怪事情嗎 哇 出現世界咯 他說這個樹木的樹蓋呢 比起好像真的還要更大 而且裡面非常的黑暗 但是呢 我們因此卻不會感到害怕 裡面有個微弱的光線 然後還有一些聲音 我們因此要跟隨的聲音走 還是跟隨光線走呢 我們因此要跟隨的聲音來走好了 我們因此要跟隨的聲音來走好了 好 我們繼續看喔 裡面發生什麼事情呢 看不出來耶 這個樹木這麼大 有一種愛麗絲的神奇 夢境的感覺 它有出現咯 他說到因此越來越走越深的時候呢 越來越黑暗了 然後因此的發生機來到一個小溪漏旁邊了 那因此要順著溪漏的上游走呢 還是順著下游走呢 讓我們因此順著下游來走吧 好 我們繼續前進咯 哇 我突然發現這個樹木馬上時會發出光芒耶 但有看到嗎 有這個綠色光芒 剛還紫色和變色耶 怎麼就是是不是很怪怪的 哇 出現世界咯 他說我們因此呢 遇到了一股神奇的一些迷霧 我們因此要進入那個迷霧當中呢 還是避開那個迷霧呢 當然要進入啦 然後呢 有沒有這個光線在變色耶 像是綠色的喔 然後變什麼顏色呢 不知道 我們大家看一下喔 哇 出現咯 他說這個迷霧呢 是很溫暖的 然後呢 因此趕到一隻迷霧 然後呢 因此反應過來的時候呢 發現前方有座森林耶 因此要進去那個森林嗎 當然要啦 好 因此趕快走吧 試試試 因此快出囉 哇 我們因此來到這個神秘的奇境囉 那我們等一下喔 帶我們的Aden進來吧 來Aden快過來這裡 來這邊陪我們因此一起冒險吧 哇Aden也來囉 爭取這地方感覺到一層迷霧耶 有沒有人物都變得比較夢幻了 好像有什麼濾鏡的感覺 超酷的 好 那我們下次再讓我們因此Aden 探索這地方嗎 好好地來冒險一下 是不是收復關係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 記得按個讚 分享的留言 還有 別忘記訂閱取消最新消息喔 趕緊收看 掰掰